花生當飯吃,我們最積極 HKPINUT.COM,我是楊岳橋 今日,古海變幻莫測 要虎纜正經形勢 揭開古壇迷霧 我,雲濤,文昌,尤家,Marty 為大家看清形勢 從多角度分析 花生台重點財經節目 逢星期五晚八點 古海雲濤 尤家興,大家好 大家好,雲濤兄 26號的星期五晚上 期止結算日 的古海雲濤節目 今天非常累 左右家興的一會兒,首先作出呼籲 因為藍絲帶很喜歡搞我 我很歡迎他們搞我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黃絲 但我的問題是,我不是扔磚黃絲 我認為香港要穩定 我在財經的圈子裡 我認為 真的穩定 一定要立法會保住 這個議席 一個有泛民的議席 才可以得到 為什麼呢? 我等一下也會解釋 因為接下來的星期一 傑克勞就會訪問 香港,這是美國財長 今天在G20里 我相信會見工商界 但他會不會見梁振英 和梁振英說什麼呢? 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因為我相信 外國的體系 我們說歐美的體系 都很希望 香港作為一個亞洲的金融中心 會有一個均衡的議會 有些人問我 均衡議會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均衡議會的重要性 不是用來保家衛國 一個均衡議會的重要性 就是捍衛香港的司法獨立 和核心的價值 現在有很多人問我 如果立法會 全部建制派 就沒有反對派聲音 就沒有拉布 沒有那麼多激進派 就不會有人出聲 我可以跟你說 我保證 我作為一個金融的從業員 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保證外國的投資者 一定不會買香港人的股票 我們看到 但是這個星期的股市 暴升暴跌 而跌的理由非常牽強 我稍後也會和大家 作出一個簡短的評述 和討論一下 但是我們看到的情況 星期四的中國跌市 是一個政治市 如果是有熔斷機制的話 又再一次熔斷 我為什麼會推出這些呢? 我只想說一點很重要 如果香港的立法會 不是一個均衡的立法會 不是一個有制衡的立法會 所以外國的投資者 是不會放心 放錢在香港買股票的 正正現在香港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沽大賭場 沒有人願意長期投資 因為永遠怕你的立法會 突然間修例 改這樣改那樣 所以我今天 借股運動這五分鐘 大家討厭我也好 喜歡聽就聽 不聽就沒所謂 我呼籲大家 在未來的新界東選民 在未來的選舉 就要投7號楊岳橋一票 令到議會回復均衡 因為大家不要小看這一票 如果你自己認為是本土的 麻煩你下一屆立法會才去選 立法會結束 在未來的結束時間 仍然是一個均衡的議會 我作為一個 不是關於財經的事 其實也是關的 不過只不過 星期六就來了 這個星期日投票 星期日投票 18號 我也是可以幫忙 當然是新思事卒 所以很呼籲大家 一定要出來投票 一定要投楊岳橋一票 希望大家聽雲圖的勸告 因為這個是除了關乎個人的利益 也是關乎香港議會 是否均衡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再借一點時間 多謝很多網友 珍惠小弟今天生日 多謝你們的錯愛 都送了很多東西上來 又生果又這樣那樣 一一多謝 真的衷心感激 也感到很榮幸 盡我能力繼續做下去 希望有一些小小的安慰和支持 都非常感謝大家 回來講到今天 雖然生日 但也要不講件不開心事 就是我們尊敬的草sir 過了生 昨天公布 我之後又準備了一些資料可以講一下 因為草sir 老實說 我和你都應該看他長大了 是啊 那我就看得久一點 因為 為何要看草sir 我看草sir 我是12歲使信報 因為當年很簡單 因為當年我家父是看成報的 後來為什麼會多買一份信報呢 因為自從林山木 即是信報的社長 就在明報的經濟版出來 自己搞了一份報紙 搞了信報之後 適逢其會 香港的股市 1973年很興旺 當時香港流行出了一份財經報紙 就是比當時的西部多一些另類的選擇 因為以前人們要新聞才看西部 然後才看到財經新聞 而其他的報紙在財經版裏面 都是可能報導得開收市價 沒有這麼深入的 而大家都明白 曹仁超先生 他是把很多外國的通訊社的訊息 翻譯之後 然後融會貫通 將國際的財經事務 就是貫穿在他的文章裏面 然後剖析世界的金融經濟形勢 然後套到香港的股票市場裏面 而看回走勢 大家也要明白 1973年的香港股市 市值等於美國當時的 一間上市公司的市值這麼大 整間香港的公司的市值 所以當日1973年 在外資來說 將香港的股市市場 武功弄低 非常容易 凌成了香港第一次股災 也是將香港的股票市場 敲起 而令到香港股民注意 而很多人因為想去金魚缸 掘金 所以就買了一份報紙 家父當時也會參與股票 1973年的時候 其實都大謊說 都輸了幾層樓 但反過來我們不介意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他買了這份報紙 我們也是小學生 都拿著報紙 都是在那裡看 我最記得的 因為小學陪著我看 讀過度過的就是信報 信報如刊 一直看到出來做事 一直都還在看 所以看他的文章 基本上已經不是上心了 已經是入骨入血了 所以現在我反過來 雲圖寫每天的貼紙 其實調子 或者中環去看東西的方式 其實都是有些參考他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看新聞看新聞看新聞 最主要的一句 說出來告訴你們 而因為那個最主要的市場焦點 無論是歐洲市場 美國市場 或者香港或者國內市場 那個焦點是什麼 就影響市場的升跌了 而這個焦點是不是會延續 是不是會發酵 以及是不是會影響今天的事 就是在昨天裡面的焦點出現 所以我的貼紙也是跟著草sir的那種原則 就是說世界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事的焦點值得我們注意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大家就融會貫通 其實我每天的貼紙都已經 一份貼紙 我的幾百字 就已經包含了十段新聞以上 所以大家就讀起來 可能會 如果大家已經看了財經新聞 可能比較容易明白 如果不是 其實也是艱深 但是艱深之中 因為Facebook有限 我不想寫好長篇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看草sir的文章 很開心 一看 半小時 因為他由頭到尾 整半版字 很開心 那時候你是不是讀書才看 其實當時 為什麼我看草sir的文章 因為其實 其實我 由二千年才學投資 那時候剛剛是科網 科網熱潮 現在科網估得很厲害 當時只是一個泡沫 在泡沫爆煲之後 小弟當然要交學費 當時大學的儲蓄 積蓄 獎學金 都一泡過輸了 然後人生要交第一筆學費 才學到投資 這個學費交得好 這個學費交得好 然後才會有成長 那時候 雖然說了那麼多 但還是兩三萬而已 不過兩三萬 對一個年輕人來說 都算很大 不過那時候的兩三萬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 十幾二十萬 當時輸了之後 就想 在哪裏學投資 報紙也不懂得看 在圖書館看書 無緣無故 在圖書館的書架 發現了信報 財經 看看 很多字 但是看到了 零零細細的一篇 叫《投資者日記》 那個叫《曹仁超》 然後 很有趣 那些文字 很生動 很簡 很深入淺出的講解 職日市況 還有弘圖興說的 國際形勢 然後 我那一年的暑假 差不多 就留在大學圖書館 那些人 或者是放盆 就留在大學圖書館 那些人就回家了 那我就每天看《投資者日記》 而且 因為大學 其實是保持報紙的記錄 那我就 看回那時候 由1997、1998年 到2000年 那時候的《投資者日記》 然後 都看了很多 很有興趣 然後才開始明白 什麼叫投資 其實草Sir 我講一下他的新評 雖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 曹仁超先生 組織上海 在新於1947年 本來他也挺富裕的 老爸就做生意 買煙草 後來就政局動盪 來了香港 共產黨 佔領了中國 跟父母來香港 但是逃爛了香港之後 就是一個仙都沒有 然後 常常被人白眼 或者曹仁超 常常被人白眼 然後 有一次 他鄰居 就跌了一顆金 然後 不管三七八 就捉了曹仁超 說硬要搜身 搜完之後 就證明他沒事 你真是清白 不過 再贈多一句給他聽 這次算你幸運 如果你再這麼窮 遲早你也做賊 然後草sir 那一刻就真的明白 什麼叫窮 發誓就要出人頭地 才做到今天的傳奇 草sir永遠都是 一個人 永遠都是一個 去到絕境 或者窮到一個極點 然後 爆發力就很強 當時草sir 炒股很厲害 當時在七二年 七二年 由幾千元賺到幾十萬 當時幾十萬 就可以買到幾層樓 可以買到幾層樓 那小的樓 隨著 他也說過 股災之後 他就輸了幾千元 打回原形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然後 信報的老闆 林恒子 找他開始寫 然後 就開始了 歷年 這麼多年來的 投資者日記 當然 遇到 所謂的 聖白賴兵家常事 草sir 最後在七四年 就贏了 不過 他沒有什麼說 他說 自己 身家有八成半 都是來自投資 一成半 就是來自工資 和儲蓄 所以 看到這裡 我覺得 曹仁超 很厲害 當時我小時候 不懂 所以 就以 投資者日記為藍本 那時候 我經常想 為何 曹仁超 不把 投資者日記 緝成一本 書 雖然他自己 之後也有很多著作 但也不是我夢未求的 投資者日記 當時 我自行 自行 自行 那時候 沒有那麼多班 班上 沒有那麼多班 堂上 只有看書 當時 自行把投資者日記 每天剪出來 找本寶夾著 當時 之後 就夾了 六七本寶 那麼厚 但是 最終 發覺自己 是不會再看書 因為實在太多 所以 在日後 二十多歲 繼續看投資者日記 決定 永遠看一次就算 然後 很用心思去看 究竟 草sir寫什麼 看完之後 過目不忘了 慢慢培養到自己 一個的 投資 心得 其實 我也截錄了 草sir的投資金句 在這幾天的 很多報紙 如果 大家未看報紙 我就告訴你 跟大家分享一下 草sir的投資心得 他的第一點 就是說 一股置地 不及一包雲斯頓 當時 置地一股 只賣兩元 一包雲斯頓 都會賣十元 第二 大家都很熟 就是 有智慧不如趁勢 只虧不只賺 更建議 年青人 不要一窩蜂買樓 避免五百尺 綁住青春 當時 草sir 因為 看勢也挺強的 草sir 建議 年青人 不要一窩蜂買樓 當時 好像2014年 2015年 說的 看到樓市公封 第三點 就是 相信有懷疑就欠現金 第四點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令你瘋狂 牛市一片歡樂聲中死亡 紅市仇魂慘無中誕生 現在正在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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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到仇魂慘無 究竟會不會誕生呢 第五點 我也挺喜歡 就是 只虧不只賺 混上不混下 這十個字 講就 現在實行上來 可能講一課 心理質素 EQ很大問題 一個EQ 宏徒 我也經常講過很多次 只虧不只賺 例如 我推出的股也有止虧位 Z10%止虧 不只賺 遇到一個升浪 就留下一個長棍 只會沽短棍 長棍就不只賺 直至轉勢為止 混上不混下 其實 當股有趨勢向上 就開始慢慢加注 但是 加注幅度就少於你的第一注 不混下 遇到一個小跌 就不要去罵 這一點 我們一半贊成一半反對 始終有些 好像我們 月初的寵物股 其實 有大部分 都罵課成功 大六點 創富之道 離不開四大條件 包括 行動需要勇氣 勇氣來自自信 自信來自智 智慧 智慧來自知識水平 簡單來說 你真的要看多些書 看多些分析 或者看多些基本要素 先打好根基 這樣才可以 智慧 智慧 智信 最後就是勇氣 第七點 對上市公司的最大詛咒 莫居全部分析員一致看好 這個為什麼呢 這個當然 整班人看好的話 可能是 變成一個興奮時間 興奮時間大出貨 沒錯 第八點 世界上就沒有人可以隨波逐流發大財 因為群眾是經常犯錯的 這點其實也是 憑經驗之中 這個可以是阿德文導演 很多散戶都是這樣的 叫他買一隻股票 他不會第一時間買的 他當在討論區 即是我們這些貼紙下面 他看見有百多個留言 真的有百多人買了 那就跟著買 但是他不知道 已經升了兩成或三成 結果是高追了 所以實例也看到草sir的金句 第九點 三十歲前一般人就靠打工賺錢 三十歲之後就靠學習賺錢 靠學習賺錢 應該學習賺錢 更厲害的是四十歲之後 就找人幫你賺錢 這句真的可以看大家的人生歷程 就應該是漸進式的 第十點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所投資的項目 就只是人買你買 賺錢是你幸運 輸錢是應該的 其實是靠幸運 如果是幸運的 輸錢是應該的 賺錢真的幸運 第十一點 八成投資者有膽蝕錢 沒有膽賺錢 這個經常也是 是不是 好像星期四 匯豐跌到這麼金 人們就會沽 就不會買 結果昨天回來匯豐就升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為何今天的節目 真的要悼念草sir 除了第一尊敬他之外 其實他是跨世代 講了很多世代 也經過很多次 股災、熊市、牛市 和陪著香港的經濟起飛成長 他從七、三年開始寫 我從七、四年開始看 我十幾歲就開始看 他說不是 我十二歲 我只是十歲 應該是五年、六年 七、三年來的報紙 我已經有興趣拿來看 到了中學 我根本就是每天看 草sir 他最出色的是什麼呢 就是教識了香港的普羅古文 除了這些金句 是朗朗上口之外 其實他是參透了人的EQ和性格 因為你在投資市場上 像巴菲特一樣 現在大家都花了很多錢 去跟巴菲特吃飯、去聽他說話 其實草sir每天所寫的東西 累積在人裡面的經驗 在投資界裡面的心得 其實這種心得 基本上就是日積月累的人性的表現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看他的 以前的投資者日記 你每天看的時候 除了你了解到香港經濟的成長之外 也了解到自己做人的處勢 應該用什麼方針去 所以我剛才說 30歲前你就要學習 到30歲之後 你就要自己去實習 到40歲之後 你就去找人幫你投資 幫人幫你賺錢 這是絕對合理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你自己投資的學習 根本你連買賣都不懂 你連買賣股票市什麼 或者那種規矩 那種遊戲怎樣 玩法都揣摩不到 你一定不能夠選擇一個英明決定的投資 到了30歲之後 你學習之後 而你學習 而你自己去投資的時候 當你投資了有認識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人選取那種投資門檻 然後才會讓自己賺錢 你可能會看分析 你可能會去買一個基金 或者你會去找哪些人 幫你操盤去投資 或者聽什麼人的意見 才是真的 有很多人到今天 好像我和尤嘉 每天都寫東西 每天都出帖 其實今天很多人 只聽得一知半解 然後走出來 就加自己的意見 然後就非議 說這樣對這樣錯 這樣又不對 這樣又怎樣怎樣 當他自己投資虧本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老千 如果他們看到那種投資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很簡單 真的 如果你真的羊群心理 去跟別人去買 反過來 你要冷靜想想 你買什麼價位 是不是 如果你能夠這樣分析的時候 你才是最決定的 有很多人 好像走來打電話 找雲同樂盤買股票 每次都說 我要這個價錢買這個價錢 我經常跟他們說 高追不需要 你放下一個盤 每天都有煲下波幅 一隻股票兩三個百分比 波幅限定 如果你打電話來的時候 正在升的時候 你放下一個盤子的時候 待會市場 當它狀況沖完之後 下降低位 你可能會在低位買得到 你買到 買便宜兩毛錢 就買便宜兩毛錢的好處 有時候就是要這樣 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市場正在升 我很有執書 我死也要 立刻要拿到 我拿不到 你就蝕了機會 沒有 投資市場真的沒有 沒有一定是要高追還是怎樣 機會是千百個 如果你沒有這種耐性做投資 基本上就很危險 你沒有耐性打麻雀都出衝 所以好像草sir這樣的作者 和這種講真話 和肯將自己 探透了炒股的事情 和大家分享 而去點化香港人 而陪著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的成長 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尊敬的長者 我們雖然不認識他 但是跟他看他的文章 也看到很多心領神會的教授 尤家 我繼續說 他又說 第十二點 經濟一如身材 你不努力就這樣 好笑 第十三點 八成投資者 牛市可賺錢 紅市都可賺錢 只有豬才會被人宰割 其實兩邊 沒有 只要牛市有方法賺錢 紅市我們也有提供方法賺錢 沒錯 我們是暴反彈 只要豬才會被人宰割 不懂的 十五點 如果有位分析員可以每問必答 可以肯定他不是專家 因為 要研究的 真的可以立即回答你 最後兩點 其中一點就是 錯誤的投資 比不投資更加壞 到最後 投資股票就要找對象 寧缺脈 找投資對象 有很多人都會很細心去選擇 至於投資錯誤的那些 其實是最慘的 尤格 不知道自己買錯了 最慘的是 買錯了不知道 買錯了不知道 就不會指洩 所以輸得最慘就是這些 所以有時候 如果這些金句 對大家很有幫助 如果大家聽了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重聽 聽這些金句 而你細味這些投資的金句 的確可以讓大家 我相信在買賣股票 或者投資方面 都會獲了良過 沒錯 這一節我們向草sir致敬 向草sir致敬 我們不是用很悲哀的態度 我們只是想把他過往的經歷 和自己對他認識的點滴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夠和我們一起 悼念這位前輩 我們第二節回來 和大家分享股票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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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